介绍一下今天心惊的各位特工了 好的 认识认识 好多都是好特别熟脸的各位 他熟脸 你还包起脸 人生攻击我 丑八怪你画得那么多 我画很多的 因为我一直 曹大哥别这样 我还 把你屁事 你坐下来 副意先站等 副意有效 你还有什么效 让你想画 曹大哥 曹大哥稍微误导 请坐 请 曹大哥你不要再骂他丑八怪 事实上他比你还帅一点 不要内讧 曹大哥你冷静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边的人 你都不认识 对不对 不是 主要是因为你长得 没有办法让大家冷静 对啊 没看你的脸里 听你讲话我都不想听 你先闭上眼睛戴上墨镜 杨丁 你后来又拍了什么 周星石的电影呢 我后来有演周先生的《美人鱼》 拍了一个星期被烧了 你有演 我有演 特效把我的脸换成了别人的脸 我的电影院认出了我两颗乳头 为什么要把你的脸换掉 因为我后来的荡气没对上 我就被开除了 你说你荡气不行 他放弃周星石的电影去接别的工作 对啊 不是 不是 不是我自己要放弃的 因为我当时另外一个是 还有更大咖的艺人 谁 我们要配合他的时间 你刚刚在这里讲了 比周星石更大咖这几个字吗 谁 挖动自己跳 由于太大咖了 我说了我会变灭门 各位特工 世界上还有比周星石更大咖的人吗 没有 这是杨迪 坐下 不同的大咖 不同的银的大咖 我不要同一个人头 你可以坐下好不好 烦死了 我是你那边的人 你是墨底的 你是哪边的人 你是哪边的人 我是你们这边的人 如果你这么会回答 你回答 我 我 我算了 我算了 我感觉刚才蔡局长说的 完全已经是 不行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讲出另外一个答案 怎么会情况到我这来的 因为是整我了 你不说人家答得不好 那你答 有更好的答案再留我一份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经常在私下给我讲 我对大家说什么了 你私下讲的那三个排名 不行不行 你必须要回答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这是四个人 一百多个主持人 各有千秋 我想问一下瑶瑶 我也有 同样的问题 对面选择一个 想要做男朋友的话 你会选择谁 对面的 瑶迪 你不要对我摆那个姿势 反正不是我 我知道 当然不会选你啊 我知道 因为他没瞎 我知道怎么办 你不要讲了 你是我见过全内地最小气的主持人 真的 北明哥 我跟他去台湾出国外景 他是我见过第一个 从大陆到台湾观光 没有花上一毛钱就离开的人 哎呦 哎呦 什么有事 我是去工作的 不是去观光的 有有有有 你怎么下水 后来我听说他花了两块钱 是上厕所 对对对 厕所要收费嘛 没办法憋不住了 也没有树林 不是 局长知道他多比较脸吗 有碰到内地来游客 内地人认识他 他还跟他说 哎呀你们真好来台湾出去两岸的观光交流啊 那个经济交流啊 他自己经济交流一毛钱没有 哈哈哈哈 这就是他 他这个很可怕 20几年他也记得 好可怕 局长这个 对他就是这样子的 我作为一个邪性 我努力点有错吗 曹大哥 哈哈哈哈哈 这世界很酷